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爆滿名古屋購物獄 Part 2 繼續分享我的戰利品 看標題應該很多字眼很吸引 我收拾東西的時候都發現很澎湃 今集一定很精彩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這個購物狂 繼續在名古屋買了什麼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手頭上全部都在Disney Store買 上一集帶的紫色毛毛魚膚毛其實是迪士尼 它上面有個很低調 小色的金色Marie Coat 然後就沒有其他卡通圖案 所以你戴出來的時候 完全不會有一個小朋友的感覺 然後競滑那些毛也不會差得好出 戴出來是怎樣戴也好看的 它的價錢我沒記錯是4000日圓 大約200元左右 加上迪士尼的這個牌頭 我覺得價錢是可以的 可以接受的 如果大家最近會去日本的DC Store 我覺得這頂帽子是必入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超可愛的 我非常喜歡Olof 它是變了型 1400日圓 沒用的 純粹是一個變種的Olof 然後就會有美女與野獸裡面的茶杯仔 它的一個膠杯 這個很划算 是800日圓的 你可能用來放一些鎖匙也可以 然後用來喝水絕對沒有問題 做得很精緻的 它連旁邊有一個泵的口 它也是油了顏色 它不是真的做到泵的 不會刮口的 但是呢 超可愛 這個是買給我表妹的 因為她很喜歡 是不是長髮公主 這隻碟呢 超美的 又是放在家裡 不用都可以看一下 我又問她想不想要呢 然後她又回答我 說很喜歡 我就馬上買了 說開杯碟 我買了四隻食碟杯 這兩個是在高山買的 其實它是分開獨立的 但是我喜歡食碟杯 是一對一對的買的 我不記得價錢了 總之買了這兩隻 就過了5000日圓 可以退稅的了 然後呢 另外兩隻 很多人都說很漂亮 我放了在IG 是在明古屋的機場買的 這兩個就是買完之後 退不到稅的 應該3000多日圓左右 都是分開買的 一個就是招財貓 另一個是富士山 我就沖著招財貓 因為明古屋有個地方 是招財貓的 我不知道是發源地 還是結合了很多招財貓 總之我這次沒有去的 因為我想下次有人一起去的時候 拍照 所以是一個少少的遺憾 提自己下次去 還有呢 我很想在這個家 好像外面居酒屋 這樣有很多 Saket杯 給我的客人 朋友 他們去選杯 所以慢慢 我就想著每次去日本 都會買一些 Saket杯 回來做一個儀式 對了 之後就不如說美妝 大家應該很有興趣的了 來一個每次最近都會買的牌子 叫做MB 之前都有拍過片 去說一些我有他們的產品的review 他們的Sponge 是很好用的 我很喜歡他們 黑色的這個 我是買了無限那麼多 今次我沒有買了 因為存貨足夠 我看到他出了一個 是星星型的 看上去是超可愛的 擺明是沒有那麼好用的了 我覺得這個蛋型會比較好用 但是沖著這個限量 再加上星星型這麼有趣 我就買了一個給自己 一個給大家 然後就買了他們 應該是限定的 我買的時候看到 我不知道 就是他們的眼影 這兩個是一樣色的 我就開自己那個 其實說真的 MB的產品包裝 我覺得是很開架的 是非常膠的 但是它的Quality是不錯的 例如這個四色眼影盆 我之前都有一盆 那盆是比較warm tone 這一盆是秋冬的大地色 摸下去 你會看到不算很飛粉 但是也不會壓到很緊 然後它的顯色度是極好 是超好的延展性 然後你看到它很漂亮 很Smooth 所以我覺得它的價錢 是在於它的Quality 而不是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真的很普通 然後我再買多了兩個眼影 是我私心很喜歡 一些閃粉的眼影 一個是金色的 超美的 我覺得一試完就覺得 要買的 因為它的金色的光澤 是水光的那種 我今天特地留一點眼皮的位置 給大家看一下 點了出來之後 它是很漂亮的 我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到 這個銀色我也覺得很漂亮 兩個是我完全選不到 所以我就決定買了它 不像的 一個金一個銀 我點在另一隻眼的位置 它是很像那些星空的閃 大家看不看到呢 還有這個Fancela 終於出了新色 叫做Light Pink and Orange 不再是超淺色 是我用到的顏色 因為之前我有買過它們 是叫做Beige 是超級淺色的 這次是偏向三文魚色 應該會對於我這些超級重度黑眼圈 會比較好 這個對我來說實在太白了 所以這次我都買了這個新的顏色 MB就是這麼多了 然後到Excel 我只買了兩支它們最新的眉筆 超級幼身 我自己是喜歡這一種的眉筆 它就沒有了中間的眉粉位 直接後面是眉刷的 講開眉 講完這個是我最喜歡 而大家遲些都會看到的 在最愛的影片 2023年度的話 是它們這個眉膠 我自己用的是超級無敵 歲月的痕跡 是超級花 我買回現在用的二號色 還有一個叫做Bita Brown的顏色 一個深色一點 就配上現在這個髮色 因為我強行上了這個淺色的眉膠 其實不配合的 但是它太好用了 遲些 這個最愛的影片再跟大家講 總之就買了兩個 然後再來呢 就到一些眼線筆類了 我最愛最愛 終於可以在這條影片裡 開了它 就是Yuzu的眼線筆 這個是真的找了這麼多間的美妝店 都找不到 直到最後一天 我想最後衝刺 吃完早餐去逛逛美妝店 我終於找到一千零一支 最後一支 我超級愛的Yuzu Brown Black 顏色 這個是我長年大愛 因為一直都找不到 所以頭幾天 我看到它差不多 跟它以前的包裝有點相似 我以為它轉了名 就買了這個3650的眼線筆 買過舊包裝的朋友 評一下你 前面 後面 是不是很像 它還要是白色 它真的跟現在的Yuzu 都有點相似 它都是角形的一個筆身 所以我覺得我誤會了它 也不是沒有原因 然後 不如到Suzan 我今次不是買了很多 我買了兩支唇膏 之前這個系列是新出的 我覺得很好用 當時只有兩個顏色 現在它出到五種顏色 我就買了三號色和五號色 非常自然 掃眼塗完全沒有問題 接著是可以在嘴上比較持久一點 但是它就不是實色 是比較透的那種 你看到它是有光澤 比較潤身 不是乾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然後我再買了這個Lip Tint 它是六號色的 都是橙橙啡啡那種 我自己是極喜歡的 加上去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立刻秋冬很多呢 我是沒有買這個給大家做手信 因為我看到一個是更加漂亮 是這個 我是未見過的之前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有沒有買 叫做Lip Guardian 我一試完顏色 我本身打算買這個給大家做手信 放下了 因為我發現這個是漂亮很多 當然它是貴一點的 然後你一畫出來 那種Smooth 那種透 那種透 是超漂亮的 這個是我覺得最漂亮的一個顏色 零四號色 慢慢疊加上去 是可以越來越深色的 它的顏色的調色 亦都是比起剛才Sazen 會高級感一點的 你會見到這個是會偏向 沒有那麼有層次 我不會說 總之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漂亮 我就買了這個給大家 然後也是買了一個 香港是經常斷貨 它出了新的顏色 Visee的Essence Lip Plumper 色號是BE300 它是比起上一次 明顯有稠稠的粉紅色 但亦都不會說很深的 我知道上一個顏色在香港是狂斷貨 所以我就買多了一支送給大家 這個牌子 我看到有很多產品 我又不是很熟悉 但它放在超級當眼的位置 我就買了一些 它好像是那些窩蠶筆 我也不肯定我買了什麼 我已經買到忘記了 因為它有很多傢妹圍著櫈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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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欸 有欸 有欸 我現在隨便畫的 我還未適合好的 OK 再買了一個是眼睛 是他們的Mascara 這種比較上梳形的Mascara 再買多了一個是都是Mascara 我那刻想什麼 這個是有聯繩的 我看到在標誌說每人行買 我就不理了 買了 它的顏色是不同的 這個是Muse Brown 然後這個是Shear Brown 我就不拆這個了 我還買多了一件東西 它放在超多眼的位置 又是寫著限定大家買多少 我就買了他們的面膜 它不是面膜 應該是類似濕敷 因為我看後面是一個正方形 好像化妝棉一樣 一個是12塊 一個是10塊 總之就買多了一套給大家做手信 我覺得都頗有趣 這次全部都很粉紅色 他們的包裝 這個是Love Line 它出的眼影 不是眼影 是陰影 光影 還有一個叫做胭脂 我覺得原來它不是只有眼線 還有最後這個是Integrate 一個超級少女心 新出的Base 是有羽翼狀 推開的時候它不會很白 但是令到你看下去整個粉嫩地出來了 所以我就看不太貴的 我記得買了它 原來不是最後 還有Makiage 是有觀眾想我買來試試 我就買回他們 今天都用了 這個是粉底 Makiage Dramatic Essence Liquid Foundation 我覺得它都頗輕 沒有負擔 不焗的 不乾的 但不會是很滋潤很水潤那種 我買的顏色是去到30 OC30 是他們最深色的 細細枝我都覺得很方便 又不會太過白 或者會暗沉 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很薄 容易推開 暫時的感覺是這樣的 然後 尾妝的最後 就是Makiage的唇膏 我買的色號是RS501 它的價錢我記得是過150元 這個包裝 略嫌有點膠了 但是它的顏色是很漂亮的 比較偏向紅的 而且它的滋潤度 是明顯比起剛才的Sazen很多 所以它貴得有些道理 但是究竟由30元到150元的話 我想我會選三十多元 當然要看看塗上嘴的表現 就這樣看的話 Makiage是柔潤一點 然後它塗出來是Smooth Sazen的這個 你會看到有少少的不平均 但是它們的包裝也好 它們的暫時感覺也好 我都不覺得是相差五倍那麼多 它都真的有刺膠 這次開架的美妝就是這裡 然後專櫃 因為我拍了一個叫一些專櫃BA 他們推薦我 一些是最推薦 他們最喜歡的產品 我就另外放一條影片 去到護膚品不多 我就買了最喜歡的去角質化妝水一個補充妝 計算是約30元左右 我就每樣買了兩包 在日本它是分了兩個版本的 然後香港呢 只賣其中藍色的這個版本 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金色還是黃色 總之呢 今次我就兩個都買回來試一下 不知為什麼呢 買補充妝也有相片送 也不錯 然後Skin Care 我還買了一些包裝面膜 這個是之前很熱門的 有一個品牌 叫做Quality First 它出了一個新的 我看到是新的包裝 我就全部都買了 藍色應該是保濕 有一個積雪草 然後呢 就會有一個金色 是最厲害的了 然後有一個黃色 應該是美白和毛孔Care的 它有維他命C 再來紫色呢 它就是寫著暗沉和毛孔Care的 四款呢 我覺得之前用的包裝 我放在這裡 是不錯的 性價比挺高的 它是比濕敷化妝水會更好些 但是比敷一些很厲害的面膜 又沒有那麼厲害 不是去到Wow的 但是CP值呢 我覺得是挺值得買的 另外還有一個牌子呢 我看到什麼大人氣 新登場呢 我就忍不住了 而且它上面是有Retino的 我都沒有敷過這種 是這麼快的面膜 又有Retino 我也覺得挺好奇 我想買其他的 但是應該都敷不完 就買了這裡 總共五包了 然後就買了一個日版的薩龍巴絲 開始年紀大了 要放在家旁邊 這盒足足有120塊 然後我就買了一盒的眼藥水 我隨便選擇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用的那種 我找不到 看到這個好像很厲害 很色彩 再來我就買了一個是滴廁所的 一滴香 這個比香港買便宜很多 我記得 然後呢 我自己是極度喜歡買一些卡通膠布的 一些鬆弛紅 然後有個布典狗 然後有個不知名的卡通 總之超可愛 你不覺得這樣弄損了 你貼一個令自己開心的膠布 是差很遠的嗎 再來是兩包口罩 我想著當地的時候用的 但是忘記了 原來退了稅 它包住了我 是開不了的 所以就帶了回來 然後呢 亦都買了兩款的絲襪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它是Kate出的 不只是出化妝品 原來它有出絲襪 而且是Made in Japan 我就買了回來試試看 然後這一款呢 我是想著如果去白川鄉是冷 我就穿的 但是我發現又不是很冷 我就沒有穿到 就帶了回來 這個就不是Made in Japan 對 藥妝的東西 就真的是這裡 去到下一項 不如先說它 之後再說食物 因為很多人會猜它放最後 但是不是 我放中間 這個是Dior 不算很意外 因為我也是有想過去日本看的 我知道日本買Dior是便宜一點 然後呢 之後呢 我在香港呢 它不斷在Facebook那裡 彈那些廣告 搞到我 心哩哩 他們今年最新出的一條項鍊 或者是首鍊 那個系列 那我就 前一天 即是第一天 在明古屋的時候 開Live 有跟觀眾去說這件事 我第二天會去看 然後如果它只是便宜過 即是400元 我就不買了 如果它便宜到1000元 我便買回來 誰知道它是聽到我的心聲 它真的剛剛好便宜了1000元 它又原價的 在香港4400元 不是減的 它去了匯率 接著卡 退稅 又有一些護照的折扣 最後我算回應該是3400元 真的便宜了1000元 我又沒有理由不買 再加上它是這個聖誕包裝 超漂亮 這個紙袋 今年是蝴蝶 然後它的盒子 也是這麼漂亮的 不是平日白色的那個 我就覺得 嗯 少許的禮物 去獎賞一下自己 今年這麼辛苦 第一次去讀游的話 有些紀念的東西 我就第一次開箱了 所以我在日本帶回來 快一個月了 我都未開過 未用過 就是等這一刻 和大家一起開了 都不是什麼限定東西 大家去官網都會看到 對 裡面有一個雪梨子 然後一個布袋 都很涼的 它裡面 我覺得幾千元 即什麼都沒有 只是放在袋裡 就是那條項鍊 完全沒有一個板 但是那一刻就是很喜歡 近鏡看看 它是一條玫瑰金色的項鍊 中間有logo 然後旁邊有兩顆石 這個同系列的手鍊 我也覺得很漂亮 但是 司拉的心態 就是因為手鍊 它便宜不了那麼多 我記得香港 官方的價錢是3300 然後它的回率計完之後 是約2800左右 便宜了六七千 但是項鍊足足便宜了1000 我就覺得 不如買項鍊 然後受到食物 我們很快的帶過 一個字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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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咖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買了那麼多咖喱 有其他的 例如我在明古屋的機場 有觀眾告訴我 是出境之前 你要買的 一個蝦片 我不記得帶過來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吃 它是一大包 我買了裡面 小小包 想著方便攜帶 但是我媽媽已經在家裡 吃了大部分 然後咖喱 其實我也買了一些 放在那邊的家 即是市區那邊 但是也帶了一些回來 有些是無印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都是期間限定 然後是新 想著香港或者沒有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是 豬骨湯的忌廉湯咖喱 聽起來好像很有趣 然後這個是日本的新年咖喱 它寫明季節限定 這些字簡直是沒有抗拒能力 這個我覺得香港是不會入的 它是綠肉的咖喱 我就想著跟金山說有興趣 我們就試一下 因為比較少吃綠肉 然後這個藍色 我就真的挺有興趣 它是Shishado出的 它真的寫著東京之新唐 Parler銀座 然後它也是parler.shishado.com.japan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平時我們買化妝品 護膚品同一個Shishado 我就是覺得很有趣 就買回來了 對 應該真的這麼多 很多朋友問我收拾行李箱的秘訣 其實你會發現 我很喜歡買一些很小的東西 全部這些細物品 你擠一下擠一下 量可以很多 我不喜歡買一些很大的鞋盒 然後或者是一些很巨型的薯片 杯麵 我覺得那些又輕 然後又瓦炸 我又不是特別好喜歡的話 我就會比較偏向 密密買密密買這個攻略 全部東西都可以擠 到最後是關掉 剩下一個拉鍊少許位 打開它一路擠下去 這樣就可以擠到很多東西 沒有什麼攻略的 砌積木而已 對 今次這個Part2的戰利品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都不可以說參考 我都覺得自己是爆買的 但都可以看看現在 日本可能有些香港或者未有 一些新進的品牌 例如剛才的這個W字頭 我看了很久 因為日本現在有很多都是韓國的品牌 但這個是Made in Japan 還有很多嫁妹在這裡圍著 我覺得很新奇 我都希望可以在 只是分享一個的戰利品之餘 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究竟現在日本可能有些 什麼最新的產品 就是這樣 好像說到很有意義感都沒有 都是購物店 對 希望大家喜歡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都猜到這麼多東西 一定會說漏的 這個是Rosie Rosa 它新出的一個海綿 我看到它是非常厚 然後它不是毛的那種 它是像我現在用Salon的那種 我就很有興趣 因為它們是第一次出的棉花糖海綿 我覺得很舒服 名字叫做Multi Use Foundation Puff 找了很多家美妝店才找到的 好像是最後在機場才買的 這個 然後後面就是一瓶的酒 大家看不看到裡面呢 它是好像雲海一樣的 它有一半是青 一半是軸的 然後看上去 很特別 好像一個在天空上面 坐著飛機看下去的那種感覺 很著迷 這個我覺得我是不會捨得喝的 它是飛駝高山我第一次看到的 叫做燭圓酒 是很特別的 不貴的 這瓶應該不用一百港幣的 小小的買回來放一下 好漂亮啊 好 應該就是這樣 希望沒有再漏 好 希望沒有再漏 希望沒有再漏